欢迎你回到预见未来城市 我们继续来看看挪威 这个看似陌生的国家 它却是台湾女孩李梅根的梦想起点 她到挪威去念书之后就下定决心了 要在奥斯路开一家珍珠奶茶店 要把台湾的茶文化带进挪威 但事实上挪威的法规是很严谨的 光是语言也是一大障碍 她屡屡碰壁 但是不敢轻言放弃 心怒历程也感动了很多挪威朋友 还意外谱出了一段异国恋曲 我们带你一起来看看 圆润的黑色珍珠放进水中煮滚 蒸汽阴晕 搅拌一下 木质勺子搅拌一圈圈 不疾不许 她是李梅根 今年三十岁 一个人离家八千公里来到奥斯路 没有当地亲戚奥远的她 却发下豪雨 要在连一条唐人街都没有的挪威 开珍珠奶茶店行销台湾 珍珠奶茶已经是台湾的代表 其实就是代表代名次 那我们那时候这个茶馆的想法是说 他们可以认识台湾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 其实他们这边邻近英国 他们其实对于奶茶这个东西可以接受 那像一般台湾的存茶 我们觉得要有过度区 这天梅根以日月潭红茶为基底 要好友来挪威男友Swarven家试试台湾味 Swarven一到家 外套一脱就开始帮忙张罗 她不只提供厨房担任助手 其实也已经当过 无数次摆老鼠了 好好吃啊 铜肝也共苦 在梅根情绪低落 Swarven是不倒的精神支柱 他就是我的心目 我认为他在这一旅程中 他就是最好的 一个拥抱 倒进一国打拼心酸 原来在挪威开店申请程序繁复 梅根得以挪威文考服务执照 还得大老远飞到台中选茶叶 订购蜜蜂的样本一共检验 但梅根相信吸引立法则 她不怕苦更不怕麻烦 那年秋天对台湾茶还一无所知的Swarven 看着这样的她 坠入情望 这间BI挪威管理学院 是梅根把梦想化为理想的起点 一堂课的期末报告 梅根拿到A评价 教授更鼓励她实践 曾踏遍26国的梅根 透过电脑 请各国好朋友拿着大字报推荐她 再串成影片 放上群众集资网站FlyV 总共77个陌生人慷慨解囊 加上家人相挺 东拼西凑 近300万的资金终于有了着落 我在农威已经是踹过很多地方 然后一直拿不到资金 那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只是想说 把我的故事记录下来 并没有想到说可以募集成功 可是当我这个上网到FlyV 这个募款的专案原本是60天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在30天的时候 我就已经完成它这个目标 所以我其实是非常 非常感动所有台湾的 台湾人所有的热情 所有募款过程看似顺利 但从纸本的法令规章 到网络的店面资讯 很多都是挪威文 有些当地的房东 甚至不愿意把房屋租给外籍学生 梅根常常一个人 按图所记 物色店面 挪威当地生意好的咖啡馆 都成为它的指标 但闭门根接连不断 挪威有好多的那种规定嘛 就是像这种你看 也许它的那种建筑 是比较古老的百年建筑 那如果说你是要在里面 从事一些像餐饮的东西 可能会破坏到它的建筑的话 像他们的资质委员会 就是会建筑 建筑物的演艺色都没有办法改变 对 因为它有一个一致的调性 宁缺雾滥 梅根继续观察人潮和消费时段 平时搭公车 眼睛也没停过 因为我上次就是从学校要到市中心 刚好坐巴斯经过 然后刚好看到有一个店面 有张贴要出租的讯息 所以觉得蛮兴奋的 每一次失望都让它离梦想更进一步 感觉还蛮不错的 对 因为这个地方算是 离市中心蛮近 然后每天有很多的人潮 对 所以希望有这个机会 可以有一个新的希望 新的希望不久后在教会出现 梅根在这里认识了挪威人Chili 曾在日本和香港交书五年的Chili 对茶文化印象深刻 他决定出资约10% 还帮梅根和挪威人打交道 因为他想看到梅根梦想成真 他想看到奥斯路有一家店 从你踏进的第一秒 就能感受到台湾的文化 台湾的温暖 我认识不认为俄罗斯有同样的能力 享受食物和饭 你做的 例如我去旅行 人们第一次问我 是什么吃 在旅行 在奥迹 人们不问这些 他们问你 在那些国家的什么看到 这些是最好的 Chili笑说 自己一点相关经验都没有 不过对梅根来说 他真是贵人中的贵人 光以挪威文打电话联络屋主 就加分不少 有些人能够回答 如果您说英语 不过英语 对 因为有些人 不太肯定在英语 所以 你会比较容易 看到人们 联络你 有个名字 也会说英语 所以 我们一起是一个好队 对 我们是一个好队 合伙人帮忙找店面 同学帮忙试口味 有朋友当后盾 梅根越来越有信心 你感觉如何 你需要冷静 我需要冷静 你不喜欢吗 我感觉 不一样 它味道像是一样 我感觉像一个孩子 因为它是一个 我们可以玩 对 努力了四年多 梅根只差谈定店面 就能开张当老板娘 晚时俱备 只欠东风 梦想即将实现 台湾茶将在挪威飘香